全國兩會 我想這次全國兩會是二十大之後的第一次全國兩會 在新的時代、新的格局、新的願景之下 參會其實是有新的使命 亦都要有新的貢獻 我覺得責任重大之餘 未來我覺得亦都要發揮著一個橋樑的作用 除了基本參政、議政、理職的份內線之外 其實亦都要繼續維持著跟香港國界的溝通 將很多香港市民的心聲可以帶到北京 同時間亦都可以反過來 將很多國家或者廣東 希望香港怎樣參與到國家發展大局裏面的政策 更好的去傳播給香港國界 讓他們都可以把握到一手的信息 參與到在裏面 將國家的政策準確和第一時間 向香港國界去做傳播和引導 我想亦都是作為港區人大代表 很重要的職責之一 我想今次去北京參加兩會 我自己都會依然是關心著 我自己所在的能源板塊 第二個方面 因為我自己一直都很關心 香港怎樣去融入大灣區裏面的發展 怎樣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所以大灣區下一步怎樣去提出爭效發展 其實都是我關心的相關議題 我今次上北京參加兩會 主要都是會關心兩個大方面的情況 然後提出相關的建議 第一個方面建議的話 其實都是跟怎樣去確保 香港的能源供應安全和穩定 作為一個重要的建議 包括就是例如公港的遊戲的配額 是不是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單列 另外就是例如船用的一些燃油 出口香港的一些退稅政策 是不是可以得到落實 另外一個方面 就是對大灣區發展的一些新的建議和看法 如果大灣區發展規劃光耀 自從2017年推出之後 其實已經經歷了幾年 過去三年因為疫情的原因 我們其實現在要追回發展的速度 我會建議 首先就是大灣區產品的標準一體法 可能要在國家層面構建一個大灣區產品標準的檢測認證的統一中心 再者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因為香港未來也要發展成為國際的科技創新中心 而香港要發展成為這樣的中心 就不能夠離開和深圳的合作 深港之間其實現在有河套地區 可以考慮會不會好像借鏡珠海橫琴的模式 由粵澳或珠澳去共建 即深港兩地去共建 共管這個河套地區 以去加快這個速度 再者其實有一個 我們其實自貿區現在 例如在廣東、海南、上海 已經有很好的自貿區政策 但是下一步如果爭取加入CPTPP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在現在已有的自貿區政策上面 再去加強自貿區政策的CPTPP化 這樣的話可以令到我們更多中國企業 或者是我們很多的政策 更加快去和CPTPP相關的協議國做到對接之餘 亦都可以令到我們改革開放 有一個新的創新點 可以更加吸引到外資來中國投資 cribe IT 請離職 名字印象 挑释